土石树木堆满一线道 这还是李明宇学生清理两小时后的结果 古山柴山大陆台电43号高干边坡 前天晚上再度崩塌 大量土石树木占满两线道 崩塌瞬间一群中山大学学生才恰巧刚走过 幸运未造成人员伤亡 听那个学生的诠释 他刚刚有六个中山大学的交换生 是马来西亚国籍跟新加坡国籍 他们说他们差两秒 就会被落实跟那个树木整个压在路中间 因为晚上也将近清到十点左右 那个公园处他们有回报 他们有在现场设定三角锥 早上八点多有立即来做另一线的清书 里长李明一路清到半夜 早上再由市府公园处接手才完全清除 而边坡因崩塌 土石裸露山壁呈现不自然凹陷 遇大雨就可能再次崩塌 而六月才办过会刊 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 高雄市公务局水利局现场还在理清全责 之后还是无任何作为 民众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如果肉质掉下来真的是很危险 打到人 车都不好 听到你们这样讲就很紧张 因为也没有警示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要解决 不然等到人受伤了 这可能再来补救来不及 这一处过去一年就曾出现过四次崩塌 里长多次陈勤中央与市府单位 会看过十几次还是没有改善 直言不希望到最后是出现人员伤亡 四月份还有昨天晚上都差几秒 就压到人了 那如果一直拖到真的弄出人命 这样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正视 不要里长每次都呼吁 每次都没有动作 就是说有交办会禁述 禁述一年多了 还在尽数 里长期望全责单位 立即做编拨加固与防护工程 让居民游客有安全的通行道路 记者李嘉隆 无佩山高雄报道